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年说羊 黄友宗告诉你 不一样的羊传奇 善智的出意呢 也是说羊肉好吃 这些动物造型写实 山洋检态 是中国传统理性 原羊属于国家二级动物 是东国中校的羊羹 是不是已经听得晕头转向了 别着急 我们这期节目 邀请了著名的文化学者 黄永松 他将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最生动的图像 让你在五十分钟的时间里 全面了解羊的故事 做好准备了吗 咱们出发 我姓黄 名字叫永松 我一直在四十三年 在做我的杂志 我们的杂志的定义就是 做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就是衣食主性 文化一定要有守望 有守望的文化 它才会是一个能茁壮 一个健康 远远流畅的 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大家喜欢的羊 羊有很多种 我们知道有绵羊 三羊 它最大的特征 就头上有一对脚 这个是研画上面的羊 是在新疆的 这头羊可以看得清楚 它虽然是侧身 但是转个头看着你 那么就是大脚羊了 在这一个研画里头 那个羊全是侧面的 你可以看出来它的大脚 特别的美丽奇特 一群在奔跑 这个就比较不怕人了 跟人的关系很密切 在我们的这个国土上面 尤其在北方 在西北部分 特别多羊 那么在陕北的农民 陕北的朋友们 他们画的羊颜吉祥的画 就特别好看 在中国 自远古社会以来 羊图腾就是图腾文化的一种 甚至到了今天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用羊 来表达美好祝愿的作品 现在问题来了 在陕北朋友的农民画里 你能看出谁是羊爸爸吗 谁是羊妈妈吗 这一张是羊爸爸 你看 横过来 转个脸 对着你 那个大脚 上面还有一个小娃娃呢 下面一个呢 就是羊妈妈咯 那羊妈妈比较温柔 可爱一点 但是很福态 背上呢 还背着一个小娃娃 好 这个都是羊的图画 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多 这个出土文物上面 可以或者是壁画上面 或者是研画上面的羊的图案 可见 羊呢 是跟我们关系密切的 羊 因为陪着我们这个过日子 羊呢 是我们这个提供我们肉食的食品来源 所以也是我们要去狩猎的目标 它的皮毛呢 我们可以预风寒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常穿羊毛的羊毛衫 它的毛可以做羊毛衫 它的皮呢 可以做羊皮衣 包括它最滋养的羊奶 都是陪着我们 营养着我们 我们的人类的发展 羊是我们食物的这个来源 与陪伴我们过生存的 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动物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呢 就形体比较小的 性格比较温顺的羊 就被我们给寻化了 饲养成为所谓我们中国人 陪伴我们的这个家畜家情的 六畜之一了 牛马羊鸡狗猪 这个是用彩画的了 可见羊跟我们更生活密切 我们的这个这个很棒的艺术家 会用彩色去把它画出来 魏晋时候还有这个壁画 很多图画的 你看这一张是一个妇女 拉着羊在跑 这个羊跟她的关系很密切 是牵羊图 这个是在进入的近代以后 你看羊已经在被我们招呼 在养在家里 家里的一个羊了 从这个器物可以看得出 在中国传统的雕刻 或者事物图案中 很多都是以羊为装饰 来表达祥瑞的寓意 羊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他性情温润 代表着美好 跟羊有关的文化 更是比比皆是 例如我们常说的 三羊开泰 汉字里的善 群 美字等等 今天我们常说的吉祥一词 在古代被称作吉祥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动物造型写实 三羊下泰 盛景是中国传统理性 原养属于国家二级 对盐四羊方尊 是中国中校的羊羹 是不是已经听得晕头转向了 别着急 我们这期节目 邀请了著名的文化学者 黄永松 他将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最生动的图像 让你在五十分钟的时间里 全面了解羊的故事 做好准备了吗 咱们出发 我姓黄 名字叫永松 我一直在四十三年 在做我的杂志 我们的杂志的定义就是 做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就是 衣食住行 文化一定要有守望 有守望的文化 它才会是一个能茁壮 一个健康 远远流畅的文化 为什么古代称吉祥为吉羊 小朋友着色的简纸 你能看懂吗 跟羊有关的文字 你猜对了哪些 文化试点 羊年说羊 黄永松告诉你 不一样的羊传奇 善志的初语呢 也是说羊肉好吃 纳鞋饼 羞皮鞋 谈棉花 这些童年记忆 你还记得多少 一根细细的红绳 怎样火遍全世界 一块小小的布头 竟然是贵州老艺人 灵魂的一部分 一本薄薄的书籍 又是怎样影响了 世界的手工艺 敬请期待 下期节目 母亲的艺术 让我们一起留住手艺 慢慢地就进入了历史时期了 到了夏商周时候 那我们的器物文明发展的更好的时候 铜器陶器上面都有出现羊的图形 那这一件青铜器呢 可以看出来它是四羊尊 四个羊头 在这个尊上 已经描 刻 绘 这个硕 做得非常好的铜器了 这个是侧面的青铜器 也是做得 写实的很 在商周的时候 然后我们出土文物 加上壁画 已经非常非常多羊了 可见羊跟我们的关系这么早 就已经这么丰富 然后我们描绘它 塑造它 成为我们这个艺术品 成为我们既视的礼器 也都很多出现羊了 我们的诗经里头 就已经有记录了说 额羊来诗的诗句 这个就知道了 到了东汉 许圣的说文解字里头 就羊字呢 就假借为祥字 这个很精彩的一个关键 所以在我们谈吉祥的时候 常常就写成吉羊了 那个时候很多器物上面 有刻的名文 都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吉祥的祝愿 或者祈福 上面都写吉羊 吉羊就代表吉祥 像这个就是汉代铜史上面 有羊的图 图文 还有吉羊两个字 就是这个同喜是带给你吉祥的 同喜还有另外一个 还很精彩的是汉代的瓦当 瓦当上面写大吉羊 意思就是说大吉祥的意思 连建筑建材上面都是 那么这么多图呢 在秦汉 秦汉时候的羊 就有这么多这么多了 那个时候呢 民间的俗语啊 我们就开始有一句话 我们就开始有一句话了 今天我们还在用 就是说山羊开太 山羊的羊字就是我们羊年的羊 但是它本来是山羊开太 是三个太羊是来开太的意思 它是来自于我们《易经》上所说的 因为现在是真月嘛 真月是在太挂 太挂的意思就是说山羊生于下 意思就是说冬天开慢慢温暖了 冬去春来 阴消阳长了 是吉利的 那么安太的象征呢 后来人们应用歇音啊 就山羊就演变成山羊 三个太羊的羊 变成三个这个我们羊年的羊 作为新年祝福之时 这幅图呢 是山羊的图 过去在画的山羊图 下面呢 也有一个绣品 绣品上面也有山羊开太的图 在一些其他的器物类呢 就像象牙雕刻 同志在放羊 那么也是有三条羊 就是山羊开太 今天的简子呢 对我的朋友山东的简子家 于平任平 他做的山羊开太 也更有意思了 三头羊 上面就有一个太阳 高高的身在上面 那么它上面的一头羊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身子的一头羊 在我们民间表达图像的时候 常常是多试点的 农民画三个老山羊 你看这老山羊 非常老啊 熊壮 我们也可以再看三个这个山羊 这个对着你 要跑过来的这幅图 这幅图就是山羊开太的那个正面 向着你 祝福你的一个大羊 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隋唐五代的羊 非常更新丰富了 到了隋唐五代的时候 我们器物文明更发达了 这时候青池阳就出现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 我们祖先在把这个瓷器发展成熟了 瓷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 全世界的陶器不知道是哪一个起源 但是瓷器的起源是在我们东汉 隋唐之间把它给完备的推出来 然后成为今天瓷器 我们远超过欧美1400年前 我们就已经把瓷器的烧制方法给整理出来 因为当时出来的瓷器 我们的美感特别好 我们叫做青池 我们中国人把青是代表偏向绿色的意思 青 所以这个青池非常温润 像玉一样来塑造羊是最好的 所以青池羊在这个时候有很多青池羊 随着时代过来到了辽宋元 一直到明 不但非常丰富 我这里也只能说了一部分 但是已经看出来非常丰富了 那么再下来到了青 到了青代的羊也很有意思 一直到了近现代 这么多羊呢 我们把它整理在一张大海报上面 让我们国人进入羊年的时候 知道羊跟我们的关系 那么我们有那么丰富的羊的文样 羊的文物 我们在上面可以都去学习 给我们的小孩子知道 给我们的设计家知道 然后我们再从羊上面 我们在文化创意上面可以发挥 甚至以羊为主题 羊做材料 羊做设计的方法 而羊做我们祈求吉祥的意思 来做一个新的时代 既传统又现代的一个最好的文创设计 所以羊年的时候 我们都认识羊是很有好处的 羊字呢 我们都会写 羊呢 在古文字里头 羊是羊头的图案的话 这个图案 这个羊头看起来就是像一个羊字 它很有艺术的气味的 作为跟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之一 羊从一半多年以前 就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日常接触的文字中 有哪些文化是跟羊有关的呢 我们为什么用羊高贵书 来表达中国人的笑容 十二生肖里的羊文化又有哪些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什么古代称吉祥为吉羊 小朋友着色的简纸 你能看懂吗 跟羊有关的文字 你猜对了哪些 文化试点 杨年说羊 黄永松告诉你 不一样的 羊传奇 善志的出意呢 也是说羊肉好说 我姓黄 名字叫永松 我一直在四十三年 在做我的杂志嘛 我们的杂志的定义就是 做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就是一时中心 文化一定要有守望 有守望的文化 它才会是一个能茁壮 一个健康 永远流畅的文化 纳鞋饼 修皮鞋 谈棉花 这些童年记忆 你还记得多少 一根细细的红绳 怎样火遍全世界 一块小小的布头 竟然是贵州老艺人 灵魂的一部分 一本薄薄的书籍 又是怎样影响了世界的手工艺 敬请期待 下期节目 母亲的艺术 让我们一起留住手艺 那我们都会说 羊大为美 羊大为美 美字上面是一个羊 下面是一个大字 这个呢 这个过去 我们创制的时候 是 我们刚刚说过了 是说羊是六处之一 羊的肉的美味最好 所以六处肉食里头 那羊的美味是首选的 并不是像今天我们的美术家 我们的艺术家所说的 羊壮大就很美 他其实是 早年是说羊肉鲜美是第一的 是讲羊肉鲜美的 这是善良的善子 那么善字的出语呢 也是说羊肉好吃 这怎么说羊肉好吃呢 你看这个字呢 是从羊 羊在中间 然后右下左下 放两个言语的言字 这个两个言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抢着说羊肉是真好吃 可见羊肉是真的好 所以这个写这个字的时候 过去还是以这个 我们食物亏果腹最重要 还有一个字 我们知道小羊叫做羊羔 或者羔羊 那么羔字下面有诗点 中国人叫诗点是代表火 其实在羊活动的地区 都比较北方 尤其是墨北草原 苦寒 非常寒冷 那母羊产子呢 它需要用暖室 所以在自己一定旁边 要生着火 所以从火 高者是烤野 是由火来让它温暖 让它温暖 烤火的小羊 这个小羊不是来吃的了 是要照顾它的 所以这是高字 群字大家都知道 羊是很合群的 羊呢 它还有领头羊 还有领头羊 这个字呢 是从羊军的声音 是单纯的形声字 但是呢 羊的合群很有趣的 领头羊带着羊群往前走 如果前面有一个横杆 那么羊 这个领头羊跳过去的时候 那后面的羊就跟着跳 假设这个领头羊跳过去了以后 这个杆子拿走 后面的羊因为没有了这个障碍 它照样到那边要跳过去 照样到那边要跳过去 所以羊是很合群很听话的 还有一个羊 营养的羊字嘛 羊字也是上面是从羊 下面是食物的食 那么原来养羊 我们叫做养羊 然后我们不叫做牧羊 因为牧的字呢 是牧牛 是要用在牛的部分 所以是养羊放羊 那么后来这个养字呢 扩大了 变成了养猪 养花 养小孩子 到了营养也用养了 到了修养也用养了 这个是文字这么漫长 那么把它演变 把它用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中义 义气的义气 上面是一个羊 下面是一个魔旗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是取一个榜量的意思 就早年这个国王要求士大夫 要做好领头羊 表率 在百姓前面做一个表率 所以这个羊字 这个义字 就在这里当作是一个榜样的意思 假设士大夫做了假呢 这个来做表现 你看这个羊字旁边 就放了一个人字 就是羊 那个羊大家都知道虚伪的嘛 假的嘛 这个字 大家都知道羊 刚刚说的有公羊 有母羊 有爸爸羊 有妈妈羊 在这个母羊的部分 我们叫它聘 那母羊呢 有另外一个字 叫做支 支呢就是说多子的意思 那么公羊呢 它叫做牧羊 它又叫做底 因为它常常两个公羊 用脚斗来斗去 好斗 所以这个底 就是那个公羊的意思 我们都说 羊有贵乳之恩 鸭有反谱之义 那么羊高贵乳 表达了中国人的孝道 所以羊给我们大家 陪伴我们 我们也观察入围 羊这个家族的亲切 羊的自己之间的普遇 也反馈给我们人类 这个在进行 这个孝道的推广 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说 羊高贵乳 就是来表达中国人的孝道 善字中最好的几个字 都与羊有关 羊大为美 在古人看来 把羊养肥了 有肉吃 有皮一串 便是人间美事 羊的温顺忠厚 启发古人发明了善字 羊有贵乳之恩 所以反写的义字 也带着羊 仙字的由来 说法很多 其中一则是说 中华烹饪的祖师爷 彭祖的儿子喜欢钓鱼 彭祖还原来 溺水坚决不允 有一天 他的儿子偷偷去钓鱼 回来时 家里正在煮羊肉 恰巧彭祖回来了 儿子黄暖中 把鱼放进羊肉锅里 彭祖品尝后 感觉鲜味异常 于是 便由鱼羊为鲜的典故 这些动物造型 写实 翻阳简态 深景是中国传统 原有属于国家 而其背景 鲜羊当尊 是中国中校的 羊羊 提出一声 是不是已经听得 晕头转向了 别着急 我们这期节目 邀请了著名的文化学者 黄文松 他将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最生动的图像 让你在五十分钟的时间里 全面了解羊的故事 做好准备了吗 咱们出发 我姓黄 名字叫永松 我一直在四十三年 在做我的杂志 我们的杂志的定义就是 做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就是 意识主心 文化一定要有守望 有守望的文化 它才会是一个能茁壮 一个健康 远远流畅的 为什么把这个生肖 用了一些象征代表的角色 为什么要用老鼠呢 为什么要用蛇呢 那我们中国人 中国文化高明的就是 在要讲究和谐 我们从头开始 鼠 牛 虎兔 龙蛇 马羊 猴鸡 狗 猪 十二个生肖 你把它两个两个摆在一起 就变成六对 它是六对 其实六对都是相配的 你看第一对 鼠跟牛 鼠是最小的 牛是最壮大的 我俩的见面 我俩的线 鼠 虎兰 虎兰 虎兴 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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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Rapuny 这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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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何的把我们传统文化 那么精彩的传统文化 还能够这个维护住 那么就过年成为很关键的一个时间 大家回去 要回家 这个地点 然后做些什么事呢 家人 团圆 然后大家互相交流 那我们就把过去刚刚看到的很精彩的阳年的年画 阳年的图画 把它整理出十二大张年画 合在一起 这个书里头 我们叫它大过阳年 我们希望大家来过一个好年 这幅图画是山北老大娘给我们 她放下剪刀 她用她的圆珠笔勾出来的羊 你看这个羊里头 很多她身边的美丽的东西 都把它装盘在上头 那她永远不忘 羊的上面要装个小娃娃 公羊啊 就是爸爸羊 这个小娃娃就在它的羊头上 当着它的宝一样的 那个展示在我们的前面 那这幅图呢 我们拿到的这幅图原来是线图 那我们就请这个小朋友 现在小朋友会上电脑着色 请他们用天真的这个想象去着色 那着色很好玩 我们这个小学的哥哥们啊 着的都没有幼儿园的小朋友着的好 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特别天真 他不会受制于这个 我们世俗的颜色的这个印象跟感染 所以他对有他的天真一派 所以这个只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这个着色的 有的抢的时候 我要给这个爸爸羊着色 有的抢的时候 我要给妈妈羊着色 所以当他们着出来的时候 我们简直叹为观止 所谓是现代艺术 很多其实都应该跟这个民间的老大娘 与小朋友都学习一下 这两幅我觉得非常精彩 所以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希望大家贴在家里的时候 有爸爸羊妈妈羊 这家一团和气 幼儿园小朋友着色 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也被震撼到了呢 下面的这些作品 您能猜出他们的含义吗 一幅图画 为什么有81头羊 不同的颜色 各自代表什么含义 黄永松继续为您讲述 羊的传奇 为什么古代称吉祥为吉羊 小朋友着色的简直 你能看懂吗 跟羊有关的文字 你猜对了哪些 文化试点 羊年说羊 黄永松告诉你 不一样的羊传奇 善志的出义呢 也是说羊肉好吃 纳鞋底 羞皮鞋 谈棉花 这些童年记忆 你还记得多少 一根细细的红绳 怎样火遍全世界 一块小小的布头 竟然是贵州老艺人 灵魂的一部分 一本薄薄的书籍 又是怎样影响了世界的手工艺 敬请期待 下期节目 母亲的艺术 让我们一起留住手艺 这些动物造型写实 翻腰线太 深井是中国传统理 原谅属于国家 二级 对面四羊八尊 是中国中校的羊灯 徐处的正 是不是已经听得晕头转向了 别着急 我们这期节目 邀请了著名的文化学者 黄永松 他将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最生动的图像 让你在五十分钟的时间里 全面了解羊的故事 做好准备了吗 咱们出发 我是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化的一个工作者 然后在全国各地去走 目的就是把我们可以看到的传统民间文化做一个整理 在山水之间走 这么好的文化在那里荡漾着 每一个节日 其实就代表我们祖先在这个岁月当中 他过生活 这一张是绵羊太子 这是一个从宋化传下来的绵羊太子 这个羊有很多小羊 绵羊太子坐在羊上 那么旁边加起来有八十头羊 加上它一头羊有八十一头羊 为什么要八十一头羊呢 就是我们过年要从冬至开始 每过一天就要数一头羊 数完八十一头羊的时候 我们立春就到了 就是说冬去春来 那这幅图相传是宋代苏汉城画的 那么在博物馆里头存着 那么后来也有人考证说它是明代仿化的 但是这都不重要 画得那么的细致 背后的有个空间里头的景物 那么逼真八十一头羊 有的坐到 有的力道 有的在跑 有的回头 有的向前 让有的滴下去 鼠身滴下去 各种造型都有 这个以艺术的境界表达非常好 这是在故宫博物院里头 这一张是一个老祖母画的 希望我们过年的时候 有牡丹顺放 下面这个 我再继续地看 我再继续地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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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小朋友着色的简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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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烧池的技术 感谢观看 好 观看 观看 又是怎样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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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